三体质容易胃食到溺流。 学会六招跟火烧心说拜拜。 经常觉得喉咙不舒服,卡卡的,胸口出现灼热感,且伴随友障气不适。小心可能是为食道溺流作怪。 中医师表示,中医认为民众若动不动就火烧心上神,可能与三大体质因素影响有关。 因此,想要避免胃食道溺流症状反复发作,首先了解个人体质属于哪一类型,以利对症条理非常重要。 每五人就有一人有胃食道溺流。 轻忽严重性空埋食道癌危险因子。 根据胃食道溺流最新统计,台湾胃食道溺流盛行率高达20%,相当于每五人就有一人有胃食道溺流的困扰。 为什么现代人普遍有上述胃肠问题呢? 蔡碧会中医师表示,这是因为现代人除了工作、生活压力大外,更常有三餐不定食,且下肚的食物多偏刺激性,以及不健康饮食有关。 长期下来,便容易导致胃食道溺流的发生,使恼人的胸门、胃胀气,以及火烧心、喉咙卡卡不舒服等不是症状找上门。 除了影响民众日常生活,值得注意的是,在长期饱受胃食道溺流之骨的民众中,约2%的患者会进展成巴瑞特食道病变,增加其罹患食道癌风险,严重性不容小觑。 中医,胃食道溺流三体质,调理方法,临床症状大不同。 因此,如何积极助手改善,远离胃食道溺流纠缠非常重要。蔡碧慧中医师提到,胃食道溺流在中医的病名又称兔酸、胃反等。 且中医,此病发生原因多于患者饮食不节制,作息不正常,情绪压力、疲劳、烟酒、肥胖,导致脾胃、肝胆等脏腑失调,有密切相关。 所以,想要改善及治疗胃食道溺流问题,除了西医方式外,搭配中医药物以及学位服贴针灸条理,中西合并治疗,往往可以达到更加的疗效。 蔡碧慧中医师也特别列举出中医临床处理胃食道溺流时,常见三类体质的建议调理方向及症状,推荐调养茶饮,提供给民众作为检疫居家保养参考。 体质一干预气质谈阻。 调理方向,排除情绪压力。 临床表征,患者会常觉得有胸门,咽喉卡卡的感觉,也常会有清喉咙的动作,吞口水也觉得不顺畅,同时一般随有打嗝及胃酸逆流的症状时常出现。 推荐茶饮,玫瑰花3公克,佛手9公克,甘草3公克,将药材以沸水冲泡,代茶饮用。 体质二脾胃虚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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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荐茶饮,茯苓6公克,白竹6公克,甘草3公克,将药材放入锅中以水煎浮,待茶饮用即可。 体质三味音不足。 调理方向,即刺激性饮食及宵夜。 临床表征,伴随胃酸逆流主要会有典型活烧心症状,甚至肠觉胸骨厚或胃部有灼热痛感。 适时刺激性食物,以及经常吃宵夜的夜猫子族群,吃饱后就喜欢躺住看电视,立刻入睡的朋友,都可能会加重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发生。 推荐茶饮,生地6公克,卖门冬酒公克,悬伸6公克,将药材放入锅中加水淹过药材,煎煮集成,可稍加蜂蜜调味。 拒绝胃食道逆流纠缠,学会这6招或烧心不再勾勾缠。 除了强调对症条理的重要性外,蔡碧慧中医师也提到,胃食道逆流是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,其主要成因多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关。 因此,想要预防其复发,民众切记要学会以下6招正确观念,自然们成功跟恼人的火烧心症状说拜拜。 第一招记次即性饮食,烤、炸、辣的食物基本上为禁忌,甜食及饮料也需要尽量减少,尤其是咸酥鸡、蛋糕、珍珠奶茶之类的食物更要少碰。 第二招睡前不进食,消夜为胃食道逆流者之大计,建议睡眠时间与晚餐时间,夜间最后一餐,两者间隔尽量至少2到3小时,避免肠胃到还没有把吃下肚子的食物消化完毕就入睡,加剧胃酸逆流发生率。 第三招吃饱饭后保持直立姿势,不宜平躺,饭后一小时内保持直立,即平躺或趴住,以免增加胃肠道的压力,导致胃食道逆流及胃肠胀气发生频率增加。 第四招BMI过高者适度减肥,许多相关资料显示,肥胖,BMI-27,会增加胃食道逆流的发生率。 所以,适度的运动维持逆逆体重,避免肥胖,为预防胃食道逆流的重要原则。 第五招BMI运动17点要注意,要注意运动的强度及时间点,饭后一小时内不宜做跑步,或重量训练等过于激烈的运动。 第六招BMI不穿太过紧身的衣物,过于紧身的衣物会增加胃肠道的压力,尤其是紧身衣,令奔门阔约级的压力增加,使胃食道逆流症状恶化。 中医师小丁宁 最后,蔡碧慧中医师也再次提醒,长期反复出现胃食道逆流症状,除了会感到喉咙不适外,久而久之更容易增加其他疾病找上门的风险。 例如,食道灼伤,胃溃疡等,亦有可能产生食道、胃部的病变。 所以民众一旦出现胀痛、食道、咽喉有灼热感,并伴随胃酸上腻、悟心、打嗝、消化不良等疑似胃食道逆流症状时。 一定要尽速求医治疗,调整生活以及饮食习惯,并搭配适度的运动积极调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